11月6日,第十二届中国航展开幕当天,无人机创新发展研讨会,在航展馆新闻中心举行。 会上,珠海智能仅用装备实验室哈巴无人机、蓝力无人机等投资总额高达49.3亿元的十二个项目签约落户珠海,其中十个项目签约落户珠海航空产业员记者从会上获悉,此次签约的项目中,包括了珠海智能仅用装备实验室,该项目的仅用无人机、安防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检验检测。 为主要内容,在越岛澳大湾区无人机、智能技术、大数据及产业创新中发挥桥梁有待作用,有利于产业带动、创新驱动,推动珠海航空产业员二次创业。 此外,哈巴无人机项目将由深圳无人机企业创新实强,哈巴国际深圳有限公司投资4亿元进行建设,用地达5.3万平米,预计产值5亿元。 该公司属于工业级无人机研发与制造的创新型企业,旗下的每个系列无人机,商用于工业级非控系统,全天候动力系统,模块化光电载和36倍光学变焦、微光夜视、昙化系统等,均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据会上介绍,目前,珠海全市范围类,已积聚超过30家无人机企业,特别在直保无人机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 而无人机马达、降业、机身等部件,均可由本土企业自己,还集聚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无人机飞控手。 其中,工业级无人机,是珠海航空产业人重要的发展方向。 现在,已经拥有龙皇、百家、羽人等一大批重点企业。 今年7月,航空产业人或皮肤化设面机,为20平方公里,都无人机验证飞行空域,能够满足无人机研发制造、验证维护、飞行培训等业务的空域需求。 三个月,已有无人机企业利用这一空域开展飞行业务。 珠海航空产业人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珠海航空产业人正规划建设特色鲜明的工业及无人机发展专区,专区内已落户整机、新材料、动力系统、飞行控制等一大批优质企业,并建成无人机创新加速器,形成了整机引领、供应链齐备的产业集聚。 下一步,珠海航空产业人将积极构建政策水盐公共创新平台和行业公共服务机构。 同时,航空产业人正研究出台,鼓励工业及无人机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从项目落户奖励、人才落户资助、创新研发补助等方面,寄与全周期完善的政策配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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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